贺兰大人平时看着挺木讷的 关键时候还能想出水上婚礼 这样的点子 还有自己的原因呢 什么意思啊 那是因为贺兰大人小的时候 总是跟贺兰在湖边晒月光 那时候他们俩就约定 如果以后结婚了 他们一定会选在水光之上 月光之下 天哪 跨越几百年的约定 如果他们在前世就认识的话 那我们会不会在前世也见过 那不可能 我们两个小的时候可忙了 每天都有不同的小姐姐 小阿姨 小寡妇过来找我们玩 你才小寡妇呢 哪知道你是哪一个呀 在我的想象中 我的前世应该是那种 武功盖世 行侠仗义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一代女侠 你站住 别跑 你帮我帮还给我 给我 不给 打我行 别打我脸 为什么 我好不容易也攒点钱 要做个美容呢 你本来就很美 不用了 那你还打我 既然这样的话 只剩给你做美容吧 住手 这位兄台 你抢人家救命钱 不太好吧 你是谁 要多管闲事吗 今天我还非想不可 英雄 果然好武功啊 这位英雄 说我为徒吧 做你师父 看到那边那棵树了吗 哪棵 只要你能比我先到达那棵树 我就收你没图 哪棵啊 这么多 你这什么故事啊 新校局啊 一点逻辑性都没有 故事构架在哪里 还是听歌给你讲一个吧 好不好 比如说我跟宽永呢 怎么走在这个桥上 走啊 生活怎么一点情绪都没有 你干吗 拿着这个 作诗 不是不是我说你会吗 为你撑伞 感情不散 这位公子 敢问尊姓大名啊 在下休闲 今日出来闲逛 却发现在这花园当中 竟有如此美貌之女子 令在下实在忍不住过了大山 敢问姑娘为何出现在此呢 小女家就住在这附近 闲来无事 喜欢出来看看风景 复复诗 姑娘喜欢复诗 郑和在下执意 在下也喜欢 是吗 是吧 是 请问 这位是 在下的书童 你家书童的衣装 为何比你的华贵啊 因为在下喜欢做诗嘛 所以低调 有内涵 那既如此 今日美景 不如我们共同服诗一首 好啊 姑娘先请 再靠近一点点 就和你牵手 勇敢一点点 勇敢一点点 我就跟你走 好诗 好 请问公子家住何方案 姑娘请看 远处那栋 还没有盖好的高楼 在下刚刚在那儿买了一套房子 你 那你呀 说说你吧 对 你说说你 你说说你 你有什么故事 我就不说了吧 因为我没有前世啊 而且 这一世我认识的所有人 我都记得 你这个人好无惧啊 不是想象吗 对呀 想象 好 那我就想一个 和你们不一样的 好 等一下 我跑不动了 跑不动了 你怎么了 我之前受了内伤 跑不动了 跑不动了 我就让你平时多运动运动嘛 我之前 内伤有点严重 气外粗乱 你帮我疗伤吧 怎么了 疗伤啊 来啊 你干吗 脱衣服 脱你衣服 那样个男的 大白天呢 在公园里头脱衣服玩 不合适吧 也对 你是不是热昏头了 没事没事啊 我给你扇一扇 好点了吧 好多了 好多了吧 你看 走吧 去追那个精吧 不 火力精 不是 妖精 好吧 都已经给他下毒了 我看他现在也差不多了 我觉得毒还没有发错 先不要去 等一会儿 还等一会儿 天太热了 快去吧 好不好 好 我怕现在我们俩打不过他 打不过他 不会的 我可以 我先去了 等等我 你这个妖女 中了我们的剧毒 居然还能跑这么远 真是不简单啊 谁中你们的毒了 我就是蓝尾炎 死到临头了 海嘴硬 你有本事 你就杀了我 你以为我不敢 杀了你是不是 是 是 我告诉你 我最恨别人在这儿 威胁我 你别以为我不敢 那你杀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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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他 我没抓着他呀 不好意思啊 那你抓着他吧 放开他 你要是杀了他 我也活不下去了 不是他是女贼吗 对啊 这样才不一样嘛 是不是 是 什么不一样 然后呢 结局就是 我和他幸福地走在了一起 我跟你幸福地走在了一起 那他呢 哎呀 我死了 为什么 因为电视剧里面 男女主角最后都是幸福地走在一起的 我 在这儿 我 都 是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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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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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 在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的情况下 那个让我们日思夜想了很久的问题 突然之间就有了答案 可随之而来的心情 却不是兴奋 也不是喜悦 而是手足无措 或许是我们早已习惯了没有答案的生活 又或许 在人生的考卷上 做完上一道题 永远还有下一道题